- 嗨,大家好,我是訓練詩宇倫 - 嗨,我是訓練詩書 我們今天其實要講的是關於 狗的農曆訓練跟定點大小便 你會需要一個好的工具跟好的地點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這一組 它是阿蘇,如果有看過它的人應該都知道 像這一組的話,它比較是20公斤以下的中小型犬 或者是說比較小型的幼犬 我們今天可能會教大家 怎麼樣讓你的狗喜歡上尾片 首先在尾片裡面你一定會有它所需要的水 還有它喜歡的玩具 那玩具的話,每隻狗的喜好不同 像阿蘇自己就選了一個他喜歡的玩具放進去了 那還有就是最重要的是零食 其實阿蘇的農曆訓練做的蠻紮實的 基本上你叫它進去的時候,它就會進去 阿蘇 阿蘇進去 好,然後我們給了它臨時之後 我們就會把圍欄給關上 然後通常在選圍欄的時候呢 我們會特別著重的是它的安全性跟它的兼顧性 因為一般來說現在的微片呢 其實我們看到市面上很多幾乎都是要嘛 就是木座的嘛 那個就是走精緻路線的 那除非是你們家的小朋友真的是小天使乖寶寶 不然一般我不太會介意 因為通常... 對啦,小小之間也可以啦 那你可能那個圍欄就是讓它當魔牙又練習用的這樣 那如果說你的狗,你有預計它有可能會長成是一隻大狗 甚至是說它本身的破壞力夠強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需要找比較堅固一點的 可能就是鐵製的 那像它呢 我們通常在關門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它有一個可以固定住扣式的 因為有一些微片它其實它只是開了 就是直接就是撞開來了 但它的好處是好在 它開的時候需要稍微往上提一點 這有點類似像我們第二倒數的概念 那這個是我們讓牠們休息的地方 其實微片並不是說讓你把狗關在那邊 就是6到8個小時 甚至是關個12個小時 其實這是比較不健康的做法 龍內訓練通常是因為我們希望這隻狗 在一個比較複雜的環境下 還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或者是說當我們比較忙的時候 沒有辦法看著牠的時候 像牠就是我們在忙的時候 一定時間會倒單 對 就是牠 牠就是會倒單的那一個 反正牠安靜的都不是好事 我們忙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會讓牠進去微片裡面 我們不太會讓牠自己在那邊晃 因為畢竟牠年紀也還小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介紹說 要怎麼樣用微片呢 教會你的狗做定點大小便 因為這其實算是蠻多人比較困擾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教你的狗 在室內做定點大小便 就是你會希望說 牠不是一定飛得到外面上廁所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需要再另外一組微片 那為什麼會需要到微片 是因為你沒有辦法要求 你的狗定在原地上廁所 所以這時候你就需要一個輔助工具 那我們會希望說你去找一個 你希望牠上廁所的地方 然後把尿盆鋪好 或者是尿不墊鋪滿 然後你再把微片架好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叫你的小狗進來上廁所 然後我們一樣請阿蘇示範 阿蘇來尿尿 阿蘇 進去尿尿 阿蘇 進去尿尿 等一下進去就把門關好 不然人家不會跑出來 阿蘇尿尿 然後你就可以等一下牠 然後當牠準備要尿尿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跟牠下一個cue 就是看你喜歡說什麼 有的人喜歡說屁屁啊 嘟嘟啊 那我們都是習慣跟牠講 阿蘇尿尿 阿蘇尿尿 然後你可以稍微陪牠等待一下 那如果說牠上完廁所之後呢 牠尿對了 牠如果說牠尿對的時候 你就可以獎勵牠 獎勵完牠之後再讓牠出來 獎勵牠的同時把門打開讓牠出來 牠就可以自由了 你就可以讓牠自己去玩了 這個是雙重獎勵 那因為阿蘇牠的體型比較大啊 所以我們圍的方式是比較大一點的 那如果說今天你剛好是 小型犬的話 或者是體型比較小一點的狗 甚至你的家裡面 沒有那麼大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小一點的 那這個是牠其實組裝起來的樣子 那尿盆的話 我其實會建議尿盆買大一點啦 因為即使今天你的狗 長起來也是小小隻的 但是尿盆大一點 對牠們來說 成功的機率比較大 因為牠不需要去找 那個小小的定點的地方 或者是說你也不需要尿盆 直接就是尿布店鋪著 也可以 那一樣 這一組其實我比較 牠跟剛剛的另外一組比起來的話 Space這一組 牠其實是可以做延伸的 那像我們如果阿蘇牠 牠體型接近到33-34公斤的拉布拉多 甚至是說再大型一點的大型犬 就是巨型犬的話 你可以再把這一組為片 就是加長到兩組或是三組 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如果說真的是體型比較小一點 像我們家也有小博妹的話 這一組其實就蠻夠用的了 那如果說今天你是喜歡露營啊 或者是外出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現在大家變成是說沒有辦法出國了 所以多數的人都傾向於就是出去露營 那露營的時候 你有可能剛好家裡面有 有小孩跟小狗 我覺得這個輕鬆帶著走遊戲床非常的方便 你看像阿蘇這個樣子 以牠的體型啦 其實還可以再塞兩個小孩進去 應該差不多 字體是蠻大的 對這其實蠻大的 那這個的方便性是在於 牠就是一秒一秒展開 然後輕鬆收盒 牠大概收起來的時候 只有一個圓柱狀而已 所以我覺得放在車裡面 其實不太佔空間 那個前提是在 你的狗必須要乖乖的 牠不會去破壞旁邊的網狀 因為為了牠的舒適性 還有牠的輕便性 牠剛好是旁邊就是網製的啦 那因為阿蘇牠不會拆 所以就還好 你看到牠底下會有一塊布 那那一塊布最主要是 因為牠好清洗 因為有時候是怕 你墊著的布啊 你沒有辦法清洗的時候 所以其實是一個麻煩 那阿蘇 阿蘇你出來吧 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後來有發現 牠還有另外一個用途 阿蘇來 再來 你的魚拿走 那如果說呢 你擔心你家的狗呢 把牠給踩壞的話呢 這其實是可以翻過來的 阿蘇 來 阿蘇進去 如果說你的狗是會跳出來的啊 或者是說你怕 因為剛剛沒有上蓋嘛 你怕會有蚊蟲的話 因為露營最怕的就是這個 那如果說你怕有蚊蟲的話 其實是你可以把牠翻過來 這樣蚊蟲也比較不會跑進去 那如果說你自己本身也不是愛露營的人的話 其實這個當小孩子一般的遊戲傳話 玩具什麼的放進去 你把小孩放進去的話 你也比較安心 也是一個遊戲的概念 好 那牠出來吧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 子 都是 你 老 祈禮 不是 房 是 我